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进入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三个大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个高级片 这个高级片呢,其实是有针对性的一些知识 它呢,具有一些特定的这样一些要求 比如说,这个高级片的这些知识的话,它更多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话 其实是这个手机端和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设备 其实在学完入门和进阶这两个大的栏目之后的话 我们已经能够在NodeJS里面实现这个消息服务器的这样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和实现 然后呢,也能够通过这些知识来做到这个双公通讯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聊天工具的一些一些技术 那么在高级片里面呢,我们主要就来说针对一些手机端和这个物联网设备的这样一个消息推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讲解 好,那我们来开始这一节课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消息推送的一个介绍 当然,要想使用这样一些东西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好,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课程,消息推送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地方呢,有三个点 那第一个,什么是消息推送呢 这儿其实看一下 所谓消息推送呢,其实也就是称之为什么呢 信息的一个推送 数据呢,叫web广播 从这个字面译式来说的话 我们也能够理解它的是这种是群发性质的 毕竟是web广播嘛 然后它呢,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定的技术标准或者是一些协议 然后在网络上呢,就定期的来传送一些数据 来减少这个信息的一个过载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种呢,就称之为消息推送 那通俗一点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它就是说 服务器和客户端或者说客户端跟客户端之间 进行一些通信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下面呢,列举了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在开发这个安卓或者这个iPhone应用程序的时候 那我们往往就需要从服务器 不定的是,不定时的什么呢 向手机客户端来发送一些通知 那这种场景的话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 就是比较适合消息推送 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 好,那这个呢就是所谓什么是消息推送 那消息推送的方式的话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在如何来,我们如何来选择这样消息推送的一些技术呢 所以呢就引入第二点 消息推送方案的一个评价标准 这里面呢,其实标准呢是4S标准 当然这个4S不是这个卖汽车的这个4S了 它呢其实是几个单词的一个首字母 第一个呢是安全,第二个是稳定 第三个呢是节省,第四个是体积小 那这几个什么意思呢 安全的话就是说在消息推送的过程中 我们要保证数据的 数据传输的这个安全性 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所以呢就有安全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 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推送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首先得确保它有一定的一个安全性 第二个呢是稳定 如果一个什么呢 一个服务时不时的就这样死掉了 那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不可用的 所以我们要使用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能够相信它比较稳定 所以稳定性也是它的一个要求 这个稳定性的话 它不仅仅是服务端的稳定性 还包含有客户端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 也要有稳定性的 那这里的稳定性的话 其实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一个点 当然还有更多的点就没有列出来了 就比如说同时在线的这样一个场景 高逼发的时候就说 用户多的时候 这个消息的一个延迟怎么样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服务是不是高可用的 也就是说会不会时不时就挂掉 那么这个呢 就是突出它的一个稳定性的这些判断标准 第三个呢是节省 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个这个消息推送的话 它主要针对的一个场景是 手持设备或者是物联网设备 这些的话它一个呢是 流量费呢可能相对比较贵 二个呢是它的电池容量 一般呢是不会太大的 所以呢我们这儿 也就需要有节省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节省的话 在客户端来说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呢是功耗 也就是这个耗电量 二个呢是数据流量 这两个的一个判断 当然 这个节省的话 除了客户端这块的一个节省之外 还会有服务端的一个节省 这个服务端的一个节省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服务器会不会需要很多 就是同样的一个用户量 那到底谁用的服务器少 成本低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节省 好 那么第四点就是体积小 这个体积小的话 就是说这个库不能太复杂 要轻量级 要不然的话 它对这个稳定性啊 还有什么体积 它都和它这个节省 它都会有一定的一些消耗 所以呢 这个体积小 也是它的一个 比较简易的一个判断标准 好 那么通过这四个大的一个标准的话 就可以就可以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消息推送方式 好 通我们看到了这几个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推送方式的一个选择 这里面呢我们能够可选的有哪些呢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部分比较常用的 那么第一个呢是HTTP的一个推送 这个呢是非常常见 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一个推送方式 那这里面包含哪些做法呢 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轮群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端定时的向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去请求资源 那这个的话 其实轮群 从我们评价标准里面来看 它一个呢 这个稳这个节省的话一下子就不太满足了 因为轮群它既要消耗客户端的一个资源 也要消耗服务器的资源 而且往往很多时候还是无用的一个请求 所以轮群的话 这种方案的话 其实在手机端的一个用的事比较少的 当然在PC端的话问题是不大的 第二个呢是常连接 常连接相对轮群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无用请求就相对来说少一些 但是同样的 它要长期长期保持一个链接 那么服务器也会也会消耗一定的资源 好所以它呢也适合比较适合这种PC端的这样一种 做下期推送的一个做法 第三个呢是WebSocket 严格来说的话 这个WebSocket它并不属于HTTP推送 因为它已经是不同的一种协议了 然后这几种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用在我们这个PC端的一个做法上去 我们在第二部分里面讲到的这个SocketIO 其实它里面用到的东西 也就是轮群和WebSocket这几种方式 它如果支持WebSocket 那么优先使用 否则的话 那么就降级到轮群的这种常规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是XMPP推送 这个XMPP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协议 然后呢 它的这个数据交互的话 全是通过我们这个XML来实现的 所以呢 用它的还是有不少 当然这个具体呢 我们就不散开了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是SMS拦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 比如说手机端上 我们就会做一个客户端 来拦截一下系统的这样一个短信服务 那么每一条短信过来的时候 就经过我们的这个代码来检查一下 如果发现是有消息推送相关的一些 关键指令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拦截出 把它获取出来 然后来执行我们对应的操作 那这个呢是通过短信这种方式来做拦截的 当然这个的及时性是比较高的 当然成本的话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免费的这个短信网关 因为短信都是需要付费的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Mcode TT 它呢是IBM开发了一个协议 然后它是专门为这个互联网来做的 那么其实我们这系列 这个第三部分的这个课程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围绕Mcode TT来做的 这里呢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有这么一个消息推送方式 那么具体如何使用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为大家讲解 那么这节课呢就是给大家 先灌输一个下去送一个大概概念 然后知道它的一个使用场景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关于我们这个Mcode TT的一个更多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一一为大家讲解 那我们下几课再见